美国总统拜登他的人生特技可以说是口误不断 今天又出错了 他在会议当中对着镜头要向民众信心喊话 要大家不要因为疫情感到失望 结果口误 Hello 现在已经是2022年了 但是拜登刚刚讲得很清楚 他说2020年年份直接说错 其实过去拜登在很多公开场合也口误 上个月他才在大学毕业典礼致辞当中 把副总统贺锦丽叫成了是总统 那他自己呢 拜登已经是79岁了美国年纪最大的总统 也让外界很担心他的年纪 会不会影响到他的一些叛之能力等等 是不是也是因为这样子造成他口误连连 日本丰州市场在今天举办了 新年第一场的鲍鱼竞标 其中最高标的黑鲍鱼是以1688万日元卖出 台币大约是401万元 这也是连续三年来的新低价 这条211公斤的黑鲍鱼在日本北部的大间捕获 由日本批发商山信还有米其林寿司小野寺集团共同得标 受到疫情的影响 今年拍卖价格连续三年都创下了新低价 像是今年拍卖价比去年的2084万日元还要再低了400万日元 而今年更是低于2000万日币的价格 甚至只有2019年三亿天价的二十分之一 美国的密苏里州有一位韩裔的美国主播叫做密雪儿里 日前在节目上面分享自己在新年的时候有吃饺子的习惯 没想到被一名女观众投诉 说在主播台上吃饺子好像太过亚裔化了 对此这名主播事后公开这个投诉 她说这几确是有种族歧视的投诉 她表情非常的无奈 也成为了网络热门话题 就是这一句韩国人吃饺子汤 让亚裔主播密雪儿成为话题人物 她在元旦节目上分享美国人在新年时会吃什么 祈祷了自己在新年时吃饺子 没想到一位观众却投诉 表示吃饺子很亚裔 这位观众觉得被冒犯了 时候密雪儿也大方在自己的平台 分享这段观众投诉 边喝饮料边听投诉的无言模样 也让影片瞬间爆红 她表示自己身为亚裔美国人 对种族议题有深切感受 欢迎公开谈话 自此下午密雪儿在推特上上传的影片浏览次数已经达350万 对此她也在推特介绍上打上variation 也就是非常亚洲的意思自嘲 没想到立刻成为热搜标记 立体密雪儿主播在定义美国融合族权的立场 记者先还有报道 欧梦库仁现在有多恐怖呢 他现在已经占了全美新增病例的95% 不只是美国像是英国跟法国同样情况都很惨 光是在四号这一天新增的确诊数都创下新高 对此法国总统马克宏要落笑狠话 要这些拒绝不打疫苗的人 要限制他们的活动 烦死他们直到疫情结束 迎接新年也招来海啸般的疫情 美国三号通报超过108万例新增确诊 刷新疫情以来记录 更是全球首见单日破百万确诊 而且Omicron已经强势压倒Delta 占美国新病例数的95.4% 眼看美国已挡不住Omicron海啸 拜登政府再度采购1000万疗成辉瑞口服药 这使得美国采购的辉瑞口服药 总量达到2000万疗成 但是面对死不肯打疫苗的人来说 疫情根本没有尽头 美国星巴克开第一枪 要求员工2月9号前再不打疫苗 就得每周自费筛检 筛检费从32美元到480美元不等 一个月下来恐怕要花台币 五万三千块还可能更贵 不知美国疫情乱糟糟 英法两国四号单日确诊 双双创新高 尤其英国确诊数攀升 超市员工生病人力不足 各地清洁员也挂病号 垃圾到处没人亲堆积如山 首相强三承诺派出军方 补足医疗缺口 也象征英国国民保健署 再次进入战争状态 法国则力推疫苗护照 想进出公共场合 因信证明将不再有用 总统马克宏甚至对 不打疫苗的民众料狠话 不惜限缩他们的活动 还直言要把他们反死 直到疫情结束 记者综合报道